大家好,我是Charlin 這次要來分享在RO仙境傳說中 關於塔諾斯AD的介紹以及升級的流程 塔諾斯AD是一種從以前舊塔諾斯武器 所升級而來的新裝備 它除了能力更好之外 也能夠進行深Grade拿取額外的附加能力 這些附加能力基本上都是以增加四轉的技能為主 而塔諾斯AD本身又是以三轉技能為導向 假如剛好技能都有對應到的話 會是一把非常實用的好武器 那麼在升級成塔諾斯AD之前必須準備一些材料 第一樣就是準備一把加舊以上對應的塔諾斯武器 如果想做塔諾斯全刃AD 就得用加舊以上的塔諾斯全刃 不同武器類別是不能互相轉換的 卡片和附魔方面在升級成AD之後都會保留 而且升級之後也能繼續用舊的附魔道具洗附魔 可以不用清空卡片和洗好附魔再升級 接著再準備100個黃土碎片 以及100個影子神秘金屬就大功告成了 黃土碎片可以從幽靈皇宮副本取得 而影子神秘金屬則是打200等以上的新地圖 像是石渡燕會廳、盧都斯廢氣場四樓 廢氣研究所阿米西提亞裡的魔物都有機會掉落 準備好材料之後就能前往普隆德拉的左上方 這間等級強化鎖的屋子裡 和這位裝備改造廣宣人員對話進到武器改造的研究室 在下方這位切銷的武器研究員 就是能幫塔諾斯武器升級成AD的NPC 升級的方式有兩種 分為下級和終級改造 下級改造會用到100個黃土碎片 加100個武器強化石下級 這個武器強化石是從影子神秘金屬去兌換而成的 稍後會兌換給大家看 而終級改造會用到300個黃土碎片 加100個武器強化石終極 下級和終級改造差別在哪呢? 主要是差在升級成AD後的精煉度 用下級改造的話精煉度會-5 以這把武器來說會變成加4的塔諾斯全人AD 用終級改造的話精煉度只會-1 變成加8的塔諾斯全人AD 這邊要額外說明一下5級武器的精煉特性 以往4級武器從精煉度4往上精煉時 如果失敗是會爆炸的 而且只有在加7以上才能用鐵匠的祝福防爆 加4到加7階段只能用堵的或是用5卷 但是新的塔諾斯AD屬於5級武器 5級武器的精煉從0到10即便精煉失敗 也只會退階不會炸裝 還有一點要注意 5級武器是不能使用5卷的 只能靠自己慢慢精煉上去 回到剛剛說到的改造方式 因為0到10之間精煉失敗不會炸裝 所以用下級改造變成加4之後 再慢慢往上精煉會是較便宜的方法 畢竟終級改造要額外花費200個黃土碎片 和200個銀子生命金屬 成本上會貴許多 但如果原本的塔諾斯武器已經精煉到加12以上 這時候是可以考慮用終級改造的方法 因為減1變成加11以上可以直接拿去升GRADE 直接省下精煉的費用 這邊我就先以下級改造的來示範 目前我們只有黃土碎片 還缺少武器強化石 武器強化石可以往上走找這位礦石研究員 和他對話選擇確認兌換清單 再選擇提煉下級強化石 就能用一個椅子神秘金屬 加2萬RB兌換一個武器強化石下級 我們就直接兌換下級改造需要的100個 而如果想要取得武器強化石終極 可以選擇兌換高級強化石 然後用3個武器強化石下級 加1萬RB兌換一個武器強化石終極 兌換完材料之後 我們再回來找武器研究員 進行塔諾斯AD的升級 把材料放上去之後點製作就OK了 升級的機率是100%成功 大家不必擔心會炸裝 我們點開塔諾斯全人AD時會發現 震檔輪替了 啊不是 是顏色從藍色變成綠色 動數增加為2個 而且等級需求也從120等變成190等 這在使用時要非常注意 不要看到他很猛 心臟臟的拿去升級之後 發現等級不夠 沒有武器拿就歐漁了 此外我們會發現 除了武器本身的能力敘述之外 還多了階級個別追加能力的說明 通常在遊戲中會用Grade來稱呼 Grade有5個等級 分為5、D、C、B、A 以我們這把剛做好的塔諾斯全人AD來說 是屬於沒有Grade的 必須將它經驗上加11之後 才能進行Grade的升級動作 武器武器的經驗材料比較特殊 需要先換成儀態的道具才能使用 我們可以和經驗區的經驗物品負責人對話 選擇儀態經驗礦石 換取5級武器需要的經驗材料 根據5級武器的經驗表 經驗材料分為一般和高階的 它們的差別除了機率不同之外 一般的如果經驗失敗 經驗度會直接減3 高階材料經驗失敗只會減1 也因為一般材料的下降幅度太大 所以我習慣加0到加5使用一般材料 加6開始就會用高階的材料 一般材料的以太繩之金屬 可以用一個以太星塵和一個繩之金屬兌換 以太星塵是新的經驗材料 一樣是從200等之後的練功地圖取得 而高階的濃縮以太繩之金屬 需要使用商城道具 濃縮繩之金屬1個加以太星塵2個才能兌換 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商城道具濃縮繩之金屬打開箱之後 是不能和其他玩家交易的 但是換成濃縮以太繩之金屬之後 是可以進行交易的 準備好經驗材料之後就能開始充裝 在經驗度0到7之間無法使用鐵柱 只能上上下下 等到加7之後就可以開始使用鐵柱 數量和以往的武器相同 7上80需要一個鐵柱 等待要充加90 可以考慮不放鐵柱 失敗時退階再耗費一個鐵柱充上加8 有點像是以前用高濃繩充裝的概念 當然如果不喜歡上上下下 是可以直接一路用鐵柱充到底的 最後要充加11時 必須用另一個經典材料 高濃縮以太繩之金屬 它需要使用商城道具 高濃縮繩之金屬1個 和以太星塵3個來兌換 這邊要特別注意 假如加10充加11時沒有放到鐵柱的祝福 即便使用的是商城經典材料 經典失敗裝備是會直接消失的 一定要記得放鐵柱的祝福來防爆喔 此外大家可以看到 5級武器加11的成功率是15% 比起4級武器的8%要高上許多 這也是另一項5級武器的小確幸 等到經典好加11之後 我們就能到中央左上的等級強化所內 往中間走 和這位史拉托斯對話進行升Grade Grade是5級武器才有的系統 升上Grade除了能拿取額外的能力之外 也能獲得紀念ATK的獎勵 原本加11枚升級的情況下 是拿到88的紀念ATK 升到Dgrade能獲得1.1倍的紀念ATK Cgrade能獲得1.3倍的紀念ATK Bgrade能獲得1.5倍的紀念ATK Agrade能獲得2倍的紀念ATK 此外5級武器紀念石給的PATK、SMATK獎勵 是不會因為升了階級而有所變化的 都是每紀念加1各加2 這個PATK、SMATK有點像是最終增傷的概念 每多1能增加約1%的總傷 當5級武器紀念上加10拿到20的PATK、SMATK時 約能增加18%左右的整體輸出 增傷幅度是很可觀的 這也是5級武器的優點之一 而如果武器本身給予的Grade能力只有到B的話 再升到Agrade只會有紀念ATK的差距 並不會再給予額外的獎勵 依照計算機的結果來說 A和B的傷害差距不大 但是花費的成本多很多 一般小隻玩家升到B就很夠用了 假如武器本身給的Grade能力不實用 直接用無階級的塔洛斯AD也是很夠用的 這邊我以之前實況時做的塔洛斯戰弓AD 來進行升Grade的介紹 一開始從無升到低Grade的階段 會用到以太天然寶石 方法分為1個加10萬RB 和5個加50萬RB 使用1個如果升級失敗 裝備會直接消失 使用5個如果升級失敗 裝備還能保留著 這個以太天然寶石製作成本並不高 通常會直接用5倍的量去升Grade 缺乱好方式之後 我們先和NPC對話點選以太寶石兌換 然後先用以太星塵75個加150萬RB 兌換以太天然寶石需要的15個以太魔石 再準備天然寶石5個加50萬RB 來兌換以太天然寶石5個 天然寶石可以從古城副本最後開柱子的地方獲得 或是開神秘箱子、神秘紙箱 禮物箱也有機會取得 準備好材料之後就能來升Grade 點選以太天然寶石5個選項後 可以看到左方會有成功機率 從無到低的成功率是70% 如果覺得這個成功率太低 可以使用庇佑以太星塵來增加 每使用一個能提升1%機率 最多能提升10% 庇佑以太星塵的兌換方式是使用 以太星塵5個和一個鐵匠的祝福來兌換 不過以成本來說 充一次Dgrade大約是花費1000萬RB 庇佑以太星塵一個就要500萬RB左右 直接拼70%的機率比較實在一些 準備好材料後 點選左下角Start 就能升Grade 升到Dgrade之後 5G經驗度會降為0 需要再重新經驗上加11 才能再升Grade 點開後右上方會出現小玻璃圖案 每升一次Grade就會多一隻小玻璃 而且依照Grade等級不同 框框的顏色也會不一樣 D是紅色 C是黃色 B是綠色 A則是藍色 在武器小說圖也會顯示Grade等級 此外 Grade的附加能力是疊加上去的 如果升到Bgrade 能一併擁有D和Cgrade的能力 剛剛所示範的是從無升到Dgrade 如果想再往上升階 材料也會有所變化 這邊有整理後的資訊讓大家參考 如果是D生C 會用到以太黃寶石5個加62.5萬 以太黃寶石材料中的黃寶石 可以到孟羅克和這位寶石商人購買 其餘的材料和升D石一樣會用到以太星塵 成功的機率是60% 假如把以太星塵一個當作10萬來看 每一次D生C大約會花費1960萬 而如果是C生B 材料會變為以太紫寶石5個加100萬 以太紫寶石所需要的紫寶石 可以透過古城副本開柱子 或是新門錦璧箱、禮物箱、藍紙箱來取得 其餘一樣是花費以太星塵 只是數量更多了 成功率為50% 每一次C生B大約會花費3250萬 而最後的B生A階段 會需要以太琥珀10個加250萬 以太琥珀材料中的琥珀 可以和孟羅克的寶石商人購買 也因為是最後一個升階階段 需要花費的以太星塵數量非常多 一共需要750個以太星塵 以一個10萬來換算的話 每一次B生A得花費9750萬 每點一次錢包都會銷售一次 以現階段塔羅斯AD來說 只有BG的能力 除非有多餘的資金 不然升到A只會拿取紀念ADK的獎勵 CP值不如BG來得高 未來新武器有支援AG的能力時 再來考慮升階即可 以目前的塔羅斯AD來說 比較實用的有修羅虎炮的拳套 斬首迴旋刀刃加反擊斬的全刃 如果是拿來給14斬使用 要注意5級武器無法支援戰時者卡片 4級武器給的20%增傷功能 輸出上並不會贏過舊武器死神絕命太多 這次使用雙無浪卡讓整體技能都能增傷比較實用 除此之外比較適用的還有封印銳利射擊加漸進狙擊的戰弓 暗勇魅影的短劍 戰斧軍風的激將 15大暴雨的樂器 法系方面使用塔羅斯AD杖要注意職業的限制 單手杖只有妖術師系列才能使用 雙手杖只有咒術師系列才能使用 以目前有礦散武器的選擇來說 塔羅斯AD杖傷害雖然高一些 但是供嚴也會少礦散武器10% 大家可以依照自身需求去做選擇 而塔羅斯大到AD本身雖然是增加風壓飛騰的傷害 但是他加11時能拿取15%體型增傷、15%禁傷 以及5級武器紀念石給的PATK 整體而言拿來給風暴衝擊的流派也是很適合的 至於塔羅斯長矛AD雖然有增傷、支配烙印、體型傷、禁傷 但是目前還是以降龍炮為輸出主流 較難有突出的表現 塔羅斯鐵錘AD給予的增傷為二道聖光和歐哥 這方面因為我較少涉獵 如果有觀眾對這流派較了解 也歡迎幫忙補充說明 最後是塔羅斯寶劍AD 雖然傷害和變動永暢減少有贏過藍寶石棒錘 但是因為他的武器類別是劍 無法使用速度激發、打大型魔物或有體型懲罰 對於試轉後高頻率施放手推車降龍炮較不方便 假如有辦法解決攻速和體型的問題 塔羅斯寶劍AD會是把提升輸出的一種選擇 而升GRADE方面 推薦戰弓升到D或B 拿貢岩和技能增傷 全刃升到C拿貢岩 按有妹的短劍可以升D或B 其餘即便無GRADE也很有殺傷力了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關於塔羅斯AD的升級、GRADE升級的介紹 希望能讓近期想替換武器的玩家們有個頭緒 雖然塔羅斯AD整體的造價還是有一定花費 但這是少數人在遊戲中自己製作 不用依靠轉彈產出的一項武器 對於練功吃亡也都有一定水準的表現 蠻推薦給小隻玩家們來使用 假如對於製作或是使用上有任何想法 也歡迎在留言區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是蝦琳 鐵足跡的棒啊! 我們下次見囉!掰掰!